今年下半年全世界最矚目的绝对是 美国大选 大家都在说美国要降息 9月真的很有可能 还是因为选举考量降一次 这是一个大问题 降息所以大家去买债券 对 可是买了这么多债券 还没降 结果没降 就只降了那么一次 那很有可能 又有一堆人要被套留 欢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夏韵芬 很多人关心啊 这个上半年这个台股的题材 好像都用完了 不管是这个选举的一个题材 又或者是很多大咖来啊 很多的展览啊 那是不是题材都用完了 下半年还有哪一些题材值得我们留意一下 我们今天好好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好 欢迎一下我们的好朋友 南台科技大学财经系的教授 朱叶忠 朱老师 朱老师好 嗨 韵芬姐 全国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都希望能够稍微预知 这个未来 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当然有一些是准的 有一些是失准的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好不好 对 因为不可能全部都准 都准的话 我跟韵芬姐都不用坐在这里了嘛 不对吗 好 所以我们先来看上 今年到目前为止 市场是一片大好了 可是如果我们返回看 在去年年底跟今年年初的时候 大家是怎么看市场的 好 首先我们就先从大摩 他是对全世界的观点来看 告诉你说 今年可能有很多件事情要发生 我们就讨论 大家最关心的是 第一个他觉得什么 美国可能会硬着陆 硬着陆告诉你 就是说经济突然就衰退了 好 第二个告诉你说 今年会降息八次 到目前为止一次都没有 好 第三个告诉你说 会结束量化紧缩 对 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 好 第四个告诉你 欧洲的经济状况 可能不太好 这个就有比较接近了 所以我们先看到 前面是不是有三个都在讲美国 所以美国现在状况 到底好或不好 当然不是 我说了算 给他实际的数据 因为如果有在关心美国的 你就知道美国年底要选举的嘛 那拜登现在民调很差嘛 可是民调差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就说你经济没搞好 尤其川普是不是一天都很骂他 对 可是真的拜登被骂得很冤枉 来 有数据 有真相 来 2020年大家都衰退 对 有没有看到 美国其实衰退最少的 有没有发现 去对比这些先进经济体 哪至于全部的平均值 美国的表现其实都很好嘛 美国第一季成长2.9% 可是人家有衰退的 就算有成长也才0点几而已 你为什么会说美国经济不好 美国太冤了嘛 所以我觉得 拜登的团队太不会做 不会打选择 你不会做行销 赶快请我去吧 对 你看 这个数据会说话 你明明数据这么好 你经济真的很好啊 你川普在任的时候 反正美国经济是不好的 这是很多人的误解 因为很多人没有看 这种实际的数据嘛 而且我们实际去对比 跟他同等级的国家 最清楚了嘛 好 再来 降息这件事情 大谋本来说八次耶 联准会一年不过就是开八次的会 那八次不就是平均每次都要降息的意思喔 好 那当然实际上还没有降 但是我们看到 这是六月份的利率会议的时候呢 的点证图 每一个点代表什么 委员的投票 好 所以你看喔 现在最主要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今年的利率预测 那最上面的是 代表是现在的利率水准 也就是说 觉得今年不用再降的 其实只有四个 可是接下来就注意喔 有七个认为 今年要降一码 八个要降两码 所以换句话说 很多媒体市都跟你说 今年美国有可能降一次到两次 他就是根据这个表 所以不管怎么样 跟刚刚的八次 差很多啦 好 再来 还有另外一件就是说表的事情 那说表呢 我们就看这件事情了 美国的资产 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 就从他开始减少这个点看起来 好 他告诉你什么时间呢 这在去年三月的时候呢 他的总资产是多少 八兆七千多亿美金 现在呢 的税薪的数字呢 是七兆两千多亿 我们就不多说 你看到这条线 我们就请韵文姐看 你就这条线 斜度有不一样吗 一样啊 看起来就一样嘛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他从这个 去年三月开始做缩表 到目前为止 他的速度基本上是一样的 诶 刚刚大摩说什么 他会减缓缩表 对 没有减缓 至少到六月份 他都没有减缓 简单的来 我大概估算了一下 大概就是一个月 大概900多亿的速度 好 我们为什么要 特别关心这件事情呢 因为缩表叫做紧缩政策 可是我们刚刚讲降息 降息是什么 是宽松政策 也就是说 你开车 你怎么可能又踩油门又踩刹车 所以要不要降息 很关键一件事情就是 你又没有先减缓缩表的速度 可是目前为止 我们刚刚不就说了 他的速度看起来其实是一致的 如果你真的要降息 你怎么可能还继续缩表 缩的这么多呢 当然连准会说 他六月的时候说 欸 接下来我们真的要降息咯 好 我们要睡觉 我们就要先把缩表的幅度先减少 那大家就去观察 是不是真的开始减少了 这点很重要 好 好 刚刚我们看的是这个 大摩对全世界 尤其是对美国的看法 但是比较重要的还是看到 大家对台湾市场的看法 所以我们抓了这个 远见 在去年底的时候 对今年整体投资市场的展望 来 第一个告诉你说 我们的投资配置要买什么东西呢 大家特别就是去看到股债的部分 欸 有没有告诉你 基本上要几乎一半 差不多欸 差不多欸 跟现在市场看到的情况 完全不要 今年你买债的话 真的是疲债债喔 可是买股的话就一片大 好 所以也就是说 站在去年底 今年初的时候呢 不觉得市场会很好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呢 告诉你说 那你应该要买谁 欸 这大家当时的看法倒是对的 对于今年市场的表现 台股真的就是最好的咯 真的就有准 尤其是台股今年到目前为止是涨幅 那些很落后的国家 所以一般主要市场来说 台股真的表现是最好的 这一点真的是有准喔 好 可是接下来这一点 真的也就大出我意外了 年初的时候呢 他们的调查去问了这些 投资专家 投资机构 告诉你今天的台股 高点是一万八 欸 一万八千二万三 高了五千点欸 但是我觉得有一%的人是先知 欸对 有一%的人觉得 有可能会更高 所以呢 正在告诉大家 站在年初的时候 大家真的万万没想到 今年投资市场会这么好 来 接下来呢 欸 告诉你说 那你要投资的话 要投资谁呢 你发现其实有钱很多 真的其实都表现不错 譬如说我们不多说 台积店 欸 今年是涨六七成的 欸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 大家可以去对照 有兴趣你可以一个一个去看 我们就不多说 来 那更进一步的 什么产业最好 大家也有看对喔 AI产业最多人看好的 可是第二看好的 电动车 真的今年就比较落差了 来 再来就是实际上 最看好的 第一名告诉你说 台积店 这十档最看好的 其实还有两档是跌的喔 也就是说大家原本看好的 可是实际上表现 还是不如人意的 还是有 不过呢 基本上你看到抓这十档里面呢 其实大部分涨幅都蛮高的 真的有算有准的 我们不可能指望他百分之百都准啊 好 所以很快的 我们把上半年的情况都回顾了 那下半年还是大家关心的 不然过去就过去呢 重点是未来嘛 好 下半年会有哪些大事情呢 如果大家有注意欧洲的新闻 甚至之前欧洲议会选举出来之后呢 一个结果让大家很增进 就是 虽然整个右派战 整个欧洲议会的席次还没有过半 可是呢 因为他的席次大幅夭升 尤其你如果再看特定的国家 他们的席次更是多喔 譬如说 法国 法国你不要只关心他奥运喔 法国总统马克宏 就是看到欧洲议会的选举之后呢 他所属政党惨派 所以他怎么样 当下立刻宣布解散国会 解散国会接下来就要改选嘛 所以呢 法国的国会改选 将会牵动整个法国的政局 那不要忘了 法国是整个欧陆的第二大国家 所以因为这件事情 如果你有在关心欧股或是欧元的 你会发现本来欧股都一片大好 可是从欧洲议会选举结束 到法国宣布解散国会之后 整个欧股跌下来 欧元甚至大幅的贬值 尤其他在宣布那一天 一天之内欧元贬1%多 这是以惠律市场来说是非常大的跌幅 所以法国的这个选举其实很重要 那事实上 德国也没好到哪里去 德国的执政党 在这次欧洲议会里面只取得14%多 你想 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只占14%多 你凭什么执政啊 只是呢 德国总理肖茲 就是没有这个马克宏的价值 可是要注意到 德国是明年要改选 所以这个都将牵动到整个欧洲市场 反正第一步就是先看法国的 国会的改选 如果真的马克宏输了 那欧洲市场 尤其是欧元跟欧股 大家就要去注意 有可能到时候会有一个大回答 这是要去小心的 那大家想说 那欧洲我没有在投资到什么关系 不要忘了喔 欧元跟美元是敲敲板喔 这次因为这个事件 欧元下来了 所以你看到美元是不是又上去了 所以你不要觉得跟你没有关系 只是你不知道它是一个间接的影响 影响很大 所以我把它抓进来了 好 接下来奥运 当然不是叫你看比赛而已啦 这种大型的赛事 其实会有投资行情 从选前到选后 其实会有相关的投资行情喔 所以这个呢 大家不要只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投资方面其实是有机会的 接下来不用多说了 当然重点就是 美国的FOIC 就是美国的联准会的利率会议 比较关键的 因为目前市场 大部分的人都预期 9月有可能会降息 所以9月真的会降息吗 这是大家要去注意到的 那附带一提呢 9月份呢 苹果要推新手机 大家有没有记得之前 苹果有一波的涨幅 为什么 WWBC就是它的开发者大费 告诉你说 哎呀 我的手机也会有AI 有什么新的功能 大家现在对于苹果就有很大的预期 就是 你真的要有AI的话 那有可能会带动一波的换机槽 那问题就是 你真的会有那么多的新功能在里面吗 9月见真招 所以也就是说 到时候如果苹果的新手机 又跟以前一样 雷声大雨点小 实际上你没有那么多更新 可能屏概股就要受到影响 反过来如果真的 你之前说 哎呀 我会有什么 真的都实现了 到时候苹果可能又要冲一波 所以就投资市场来说 9月份是一个很大的关键点 可是再怎么大 今年下半年全世界最短目的绝对是 美国大选 美国大选 大家都在说 美国要降息 9月要降息的市场预期都 多数都是9月 可是真的有降息的可能性吗 雲芬姐你觉得会降吗 至少降一次 不然你怎么选啊 对嘛大家都这么选 可是如果回到一个现实的问题 好 你降息要有理由嘛 对 你的理由是什么 好 当然我们如果从经济来看 大家不外乎就是看这三个指标 你的通膨如果还很高 你当然不可能降息嘛 你一定是通膨下来的嘛 可是你看咯 我们现在全世界是不是 以先进国家来说 开第一枪的是瑞士 三月份就降息了 好 接下来瑞典也降息了 欧元区也降息了 美国的邻国加拿大也降息了 所以我为什么要抓这四个国家地区 最主要是因为他们已经降息了 好 所以你美国还没有降 人家降了 那你有人家的条件吗 第一个我们看到通膨 有没有看到 除了瑞典的通膨还是比美国高 但是他已经先降息了 其他的三个其实都比美国低 因为你一定要低才有降息的空间嘛 可是你看说瑞典通膨还这么高 他就降息了 为什么 好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还有正的 我没有把去年列出来 他在去年的第二季到第四季 也就是说连续三季 他都是衰退的 所以他当然有要赶快降息嘛 他经济就不好嘛 可是对比你看到美国 第一季经济成长率2.9 我必须要讲 媒体都说1.3 1.3那个数字叫做 也就是说我是跟前一季比 然后我把它做年化乘以4 可是一般我们看GDP都是看同比 也就是说年增率的部分 所以以年增率来说 美国2.9 我们是没有列出来 以第一季来说 美国的成长率是全世界先进国家中最高的 你经济这么好 通膨还是这么严重 那你为什么要降息 那我说失业率 好 真不好意思 失业率对比只有瑞士比他低 其他的都很高 因为我们知道失业率高 也就是说从经济数据来说 你有什么理由降息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个人觉得 从经济观点来看 美国是没有降息空间的 那为什么大家都觉得9月要降 那大家已经期待很久了 期待一年一两年了 所以呢当然就要找理由 媒体最想讲的就是这个 哎呀因为你负债太严重了 你可以看到这是联准会他们所公布的 这个负债的情况 所以因为他一季只公布一次 所以我们现在是到今年第一季 你看喔仔细看喔 他单位是亿美元 可是他是六位数 是不是 34兆5000多亿美金 尤其你看到蓝色这条线 这里是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 因为当时无限量QE 所以他需要很多钱 所以暴增之后 问题是接下来 你还是持续的往上走 走成这样子 所以导致呢 我们常常看一个国家的财政好不好 就会看这个数字 负债占GDP的比重 好所以你看到这个GDP的占比 有没有看到本来有下来了 结果现在又上去了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喔 你发债要不要付利息 要嘛 你看到喔 下面这条线是美国 就要付的利息 有没有看到以前大概都是平的 可是近年突然 几乎超过60度往上攻 为什么 升息了嘛 所以利息越付越多 好给大家比较具体的数字 光以去年 美国政府付债券利息 就付得多少 1.1兆美元喔 你看这是一个多可怕的数字 台湾一年的GDP 也不过才七八千亿美金而已 他光付利息 也就是台湾一年不吃不喝赚的钱 还不够美国付利息 那太降吧 就可以利息少一点吧 而且你看喔 这个预估这条线 告诉你 如果不降的话 他会继续往上冲 到2025年会到1.5兆 你说他怎么办 你到底要不要降 你不降息的话 你美国政府财政会垮掉啊 所以呢 现在大家所给的理由 最主要就是在这个问题 可是问题就是来了 那你如果降息以后 就通膨又反覆你怎么办 所以这是两难嘛 但是事实上我个人觉得 还有一个理由 大家都知道 但是大家都不想 当然就是选取考量 美国的学者专家就说啊 你美国现在的情况呢 其实就跟美国一句礼语 或者说俗语很关系 叫做房间里的大象 Elephant in the room 什么意思 就是房间里面明明有一只大象 可是房间里面的所有人 都假装没看到 为什么 忌讳 不敢讲 美国现在大家也都知道这件事情 选举很重要嘛 你要不要创造选举行情 要啊 选举就是只能做不能说 对 所以不能说嘛 好那事实上我去查了一下 美国过去有没有去创造这种 所谓的政策买票 最有名的就是2012年欧巴马 在选连任的时候 当年大家去查 当年的9月14的QE3 当时已经没有什么事 因为欧债是2011嘛 那金融海现在更不用说了 你还在实施QE什么意思 那我去查一下 当年度的前三季的美国的GDP 其实也都 也都还有2.5%以上 也就是你当时经济状况没有不好 那你为什么要QE 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喔 也就是说 当时欧巴马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大家就骂 你就是政策买票嘛 可是你又没有证据 那现在会不会就是重演 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注意到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是华尔街日报号 去调查了一些投资机构 大家对于未来可能的降息时间点 你会发现 真的最多的就是9月 21个机构里面有10家 认为9月会降息 认为明年才会降息的其实只有3家 所以到时候真的会降息吗 我个人现在觉得 9月真的很有可能 还是因为选举考量 降一次 可是接下来还会再降 这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你今天真的9月降了 可是接下来你却不敢降 那不就又发生跟日本一样的情况 日本3月份宣布升息 大家都以为你要持续升 结果没有 很多当时看到日本升息都想说 哎呀那日元就会升值了喔 我们赶快去买日元 结果没有 结果没有 那现在一样的情况 有可能再次发生就是 降息 所以大家去买债券 可是买了这么多债券 还没降 结果没降 就只降了那么一次 那很有可能 又有一堆人要被套了 我觉得投资最怕就是卡在这里 那种感觉 对 所以就提醒大家 好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 非常谢谢朱叶忠祝老师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下方的爱心 并且分享给亲朋好友 也欢迎订阅节目频道 就不会错过芯片咯 today才知道 天天带你掌握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周一至周五Light Today的理财 影音分类准时上线